我們現在持續的帶您 來追蹤的是說 現在快篩的EUA 不斷的是爆出了一些爭議 門檻好像滿低的 所以也有非常多的爭議 我們一起帶您來回過 其實今年4月的時候 本土疫情是延燒 那麼到了6月中旬的時候 疫情還是屬於一個高峰期 有這個黑心快篩之亂頻傳 現在根據聯合報的報導說 台灣在4月到6月12號的時候 疫情高峰期總共輸入 大約有將近3億劑的快篩 商機是上看了300億元 而且目前為止 總共有300多家的廠商 他們是申請EUA的 撇除說像是比較大宗的 羅氏跟亞培 他們是自行輸入之外 其他的廠商賣出 大約是有1.4億劑的快篩 獲利真的嚇死人 140億 那麼每家算一算 除下來平均可以分到 3億元的獲利 現在業界人士指出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獲利 其實關鍵就是 小英總統說的這一句話 當時蔡總統5月的時候就喊話 5月底要到貨1億劑的快篩 你應該還記得吧 當時這個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大家都在搶快篩 大家都買不到 所以當時小英總統就說 5月底要到貨的是1億劑 各家當時看到有商機 當然要搶著進口來賺錢 當時快篩就是進多少 賺多少 而業界人士也透露說 進口商向原廠拿貨的價格 大約是新台幣的65到75元 空運成本算一算 大概最多80元一劑 那麼轉手經銷商的話 一劑是賣200元保守的話 賣一劑就可以賺100元 這獲利的利潤 看起來是滿大的 那麼一財的廠商也證實說 電子科技廠買快篩 一劑喊到300元都有 那麼商家糾團團購的話 一劑也是大概200元的快篩 那麼提到的說 衛福部的食藥署 核准了33家的廠商 取得35份的快篩試劑EUA 資金的門檻低 就連申請EUA也火速通關 好 我們帶您來整理了一下 總共有8家廠商 居然一週之內 就可以拿到EUA大廠的螺絲 花了兩天最神數 好 黑心快篩頻傳 那麼快篩進口 由於他們是要通過 食藥署的EUA的緊急授權 那麼外界就質疑說 這個食藥署 是不是當中有把關不立 好 我們看一下 這些黑心的快篩廠商 他們到底是幾天可以獲得 其實最短的居然9天 而且這個 還是一個小小的藥局而已 那麼最高的 最多的也是 大概不到兩個月高登 好 他是說小吃店 但是居然賣了快篩 居然也是48天就可以拿到EUA 這當中食藥署真的有在把關嗎 好 食藥署他其實有爆出說 5月初的時候要求補件 但是廠商接到公關公司的電話 聲稱說還可以讓EUA 可以轉件順利 由於這個廠商送件跟專線電話 都是食藥署的審核人員之情 現在就有藍營的立委之一了 是不是食藥署有人 內神通外鬼圖利 所謂的快篩蟑螂 好 對此其實記者 就想要問看看食藥署長 吳秀梅的看法跟說法有沒有 是我們大眾不知道的 但沒想到吳秀梅 他接到記者電話 聽到問題馬上就掛斷 不想回應 好 被點名的公關公司 現在出面喊冤 說是子虛烏有 電話是廠商提供的 是跟食藥署沒有關係 但是藍軍現在爆料了 說廠商投訴 申請EUA的過程當中 接到了這一家叫做 秦氏隆中的公司 跟另外一間 自稱是長庚林 顧問的電話說 可以幫忙快速的通過EUA 但是可疑的是 廠商說這兩家公司 都是精準打進廠商 只留給食藥署 申請EUA的有專線電話 藍軍質疑說 這當中是不是互相的 有一些內神通外鬼這樣的狀況 要食藥署趕快給個交代 快篩EUA爭議不斷 藍軍再爆由廠商檢舉 4月21號跟食藥署 申請快篩EUA 5月初被要求補件後沒幾天 竟然疑似有前客找上門 自稱能幫忙 讓EUA申請快速又順利 攬客過程影片大曝光 離譜的是不管是金氏隆中 鄭先生還是長庚 零顧問竟然都精準的打入 廠商非公開對外 專門向食藥署申請快篩EUA的 專線電話 我們辦公室的電話跟留在 訪單上的電話是不同的電話 他都打到我們訪單上的電話 我們那時候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會打電話到 那個村屬電話 我們專門留給這個快篩的這個電話 明顯就是有人內神通外鬼 村屬跟綠油油 你們是不是捨屬一窩啊 吳修梅 你不下台 沒有天理 已經叫正風開始來查辦了 如果真的有違法的 一定會嚴格查辦 藍軍炮紅食藥署必須說清楚 講明白更揭露其中這間金氏隆中公司 不但董事長曾捲入詐騙案 車的是過去賣蔬果的 現在竟能幫別人快速申請快篩EUA 董事長曾經因為詐騙被新北定院判刑 你到底是怎麼樣去聯絡到送食藥署EUA的廠商的 會勸給韓國的長官嘛 長官給我朋友 我朋友給我 其實不是食藥署什麼 明顯的我認為就是內部有冠傷勾結的嫌疑 這檢調單位應該不能讓食藥署的正風式 自己去查 檢調單位要直接介入去調查 中間的弊案非常的深 食藥署核准快篩EUA一再出包爭議連環報 就怕這裡頭還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黑色風暴 記者黃毅俊離選台北報導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